穿著粉紅色上衣 白色褲子的小女童 自己一個人走在棋樓下 左顧右盼好像在找人 不斷在店家附近徘徊 小女童可能心急找不到人 最後慌了 邊走邊哭 還好附近店家發現女童落單 上前詢問才知道 原來小女童和媽媽走丟了 店家老闆把小女童先帶回店裡 還給她東西填飽肚子 店家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把小女童帶回派出所 還好小女童記得媽媽的電話 讓警方順利通知家長來帶人 但萬萬沒想到 小女童走丟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夫妻倆 在車上發生口角吵架 太太一氣之下走下車 卻完全沒發現 六歲的女兒也跟著下車 上演這場迷途記 那父親誤認孩童跟著母親 那母親卻誤認孩童在車上跟著父親 所以雙方父母造成誤解 夫妻吵架結果把六歲女兒弄丟 要是發生像內湖一樣 女童遭到當間擄人的恐怖事件 後果光用響的就覺得很可怕 但還好女童在警方陪同下 兩個小時後 女童母親趕到派出所 看到女兒平安無事 也讓這對粗型夫妻鬆了一口氣 記者吳國珍黃世雲高雄報導